你們已經知道我要弄些什麼 這件事我就放在這裡 今天就是弄它了 正式玩這隻東西之前 都要介紹一下這隻東西是什麼 以及怎麼用的 其實這隻東西就是那些 令到你的車頭玻璃或者側鏡 就可以做一些滑水效果 它主要是在玻璃上的 這些金屬那些就沒試過 應該都不會這樣用 其實它有兩個版本 就是這個牌子 它做到有一隻噴霧劑 噴霧劑那隻是很細小的 這隻就大支很多 我講過容量 容量大支很多 而且這支便宜很多 我記得是1000日圓左右的價錢 那支我記得都是1000日圓左右的價錢 但是我記得大約是它的三分之一用量 但是那隻是容易用很多的 那隻好像見到之前有 香港的某個報章都有做過測試 那隻就非常簡單易用的 就這樣噴下去 但是這隻是麻煩一點的 所以我跟大家說一下這隻是怎樣用的 其實它是建議你在洗車的時候用的 因為你要清潔玻璃的表面 然後再弄上去 首先 洗乾淨玻璃表面 然後就不斷擦乾它 不斷擦乾它 不斷擦乾淨 即是吸走那層水就可以了 然後就擦乾淨 擦乾淨 擦乾淨後 還有不斷擦乾淨 現在我先開工 而這支開工 其實是這樣的 它這塊東西 就好像一些 我都不知道叫什麼 類似海綿那樣的東西 但是呢 好像有些絨毛 它就會吸收了液體 然後你就可以順一個方向 最好順著一個方向 我就由上而下去擦乾淨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就是順著一個方向擦乾淨 你這樣打斜都應該OK的 但是都是順著一個方向擦乾淨 其實它的液體就是在這個洞裡出來的 你擠它的時候 它就會出來 而你用完之後 鎖住 其實它這裡有一個半圓的物體 你就要看到它完全扭緊它 成為這樣才是鎖住的 如果不是鎖不住的話 它有機會會乾淨 這支雖然應該大約1000日圓 其實就不是很貴 但是也不要浪費 在澳洲來說 因為不是全年都下雨 我這裡大約 雨季四個月左右 其實真的下雨就只有半年 另外半年差不多完全不下雨 所以我一支大約可以用到年半 大約年半 其實兩年了 因為另外半年沒有 所以是挺划算用的 在澳洲說 如果你在香港就可能麻煩一點 因為香港全年都有雨 其實可以叫做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用的話 應該大約三個月左右要塗一次 因為它大約兩個月左右 效力就會沒有了 但是如果噴霧那支 只有一個月 我記得 因為我最初是用那支 那支真的 如果你用那支 成本就變得很貴 你看到我噴這麼多範圍 我是建議大家用這支 便宜太多了 這支就是 由於我想做一些實驗給大家看看 所以這一邊我是塗了 而這一邊你看到這樣 是完全沒有塗到的 現在它差不多都乾了 這支你塗了之後 要等它五分鐘乾 然後再用濕布擦一擦 擦走它 先叫完成 所以是比較難用的 那這邊 司機位旁邊這塊玻璃 我已經做了 兩邊側鏡我都做了 副架直那邊的玻璃 我也做了 還有後面這裏 我也做了 這裏應該容易看得到 這些就是了 後面已經乾了 而這件有一個好處 我建議大家用 就是做在這些鏡頭上 可能你的車也有這類型的後鏡 後面拍攝的鏡頭 你塗下去 有時候下雨 你知道 雨水做在上面的話 很麻煩 你做了它 它也會滑走 其實做這個東西 要小心點的地方就是 最好選擇一天 沒有風的 如果你的家是In-door 或者停車場 香港就沒問題了 但如果我像澳洲 我這個停車位 都是Open Area 所以 如果現在這樣的情況 突然間有大風 做了一些沙石 沉 這樣上去 乾的時候就很麻煩了 所以 盡量選一天 沒有什麼風的日子 才可以做 這個角度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你也會看到 那邊塗了 差不多乾了之後 這個表面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這一邊塗了 這裡 完全沒有塗 應該大家都可以看到 多一點點的 這塊就是普通的吸水毛巾 我已經濕了 那我就去擦 如果洗車的話 剛才我用這塊 這塊 你也知道 是那些 毛毛那些 這些 如果你的車有塵 有沙 都可以一下子弄走 千萬不要用吸水毛巾 來洗車 吸水毛巾洗車 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吸水毛巾 其實這塊已經好一點 如果是很綿 那隻吸水毛巾 一有沙石 是直接黏住 就幫你的車刮沙 所以如果你有沒有那些 水壓炮 其實我平時洗車 我用水壓炮 因為這次我只洗玻璃 如果你用水壓炮 射一射 射走沙石 這樣就可以 但是我還是不建議 大家用吸水毛巾洗車 用這些 這些是可以帶走沙石 還有抹一下 就馬上沖一下 做些鹼水沖一下 好了現在就先抹一下 那因為呢 我只是這裡有 所以我只要抹這裡 順著一個方向抹 其實OK了 抹完一次之後 當然要抹一下側鏡 還有駕駛席的玻璃 其實呢 如果你有時 可能 因為你的車頭玻璃太大 有時可能 那些位置不太好 你可以做多一次 因為其實在乾淨的情況下 是沒有問題的 做多一次 所以如果我 看到有些位置有脫漏 可以 現在時候再補它 其實你抹完之後 已經是叫員工了 但是因為 想做一下實驗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我這邊 就塗了 那邊其實沒有塗到的 我其實就這樣看 這邊已經是有少少水珠 因為它沒有完全乾淨 這邊是完全看不到有任何水珠 我現在希望做這個實驗 倒些水下去給大家看一下 我希望拍到 它反光可能大家未必看得很清楚 希望 盡量 讓大家看到 清楚一點 現在倒水了 這個就要 第二個角度 我們來一個鏡頭 這邊是塗了的 其實你會看到水珠 現在是這樣 很有趣的 我經常覺得 塗了這支之後 乳水在玻璃上的感覺很有趣 那邊 遠一點那邊 還沒有塗 現在再倒一次水給大家看 這邊是塗了的 你會看到 乳水是一粒粒的在這裡 這邊 就沒有塗到的 它會在表面形成一條 一條痕 因為這邊就沒有塗到的 塗了這邊 乳水是一粒粒的在玻璃上 那我吹它 那邊 乳水是會這樣吹走的 其實應該也是挺有用的 你看到那些水珠 都是這樣 很容易可以 做得走 吹都吹得走 那邊 那邊 沒有塗這邊就不行的 你看到那些水 你這樣攪拌它 它都仍然 黏在你的玻璃上 那我單間就會做到這邊 那我這一條 就不是贊助片 我這些 是真的 很辛苦自己運回來澳洲 你不要叫我寄給你 我不會寄給你的 你自己去日本買 香港也有得買的 香港就貴一點 那你也要幫香港小店 交一下店租 人工又這麼貴 雖然也不夠澳洲貴 但是 這一枝東西 是真的好用的 真心好用 所以先介紹給大家 有車的人士 在澳洲的話 經常下雨 一年 差不多有四五個月都下雨 有這麼大雨 這枝東西 是真的好用的 那我現在 就去做那邊 See you next 抹車 都是順著一個方向抹 一定是順著同一個方向抹的 不要這樣抹 順著一個方向抹 我的擦法是從上而下擦的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擦打橫擦 我自己喜歡這樣擦 其實這枝東西 擦出來是有一點點 是不是叫Tina水味呢 有一點點的 好像叫Tina水味 所以 如果你對這些氣味有敏感 戴口罩好一點 我不知道今天有一點敏感 還是是雙方 反正也是 塗上去 否則是鴛鴦又好像很奇怪 咦? 這樣塗這邊是否鴛鴦呢? 算了 再塗吧 我先再塗吧 那些塗 那些水味 吃喝看 每個水味 每個水味 都不放大 那些水味